連鎖便利店KK Mart 售賣帶有真主字眼 襪子風波 至今依然是無法平息 吳卿團團長阿克馬 更號召民眾抵制超市 面對盟友種種的抗議行動 並沒有獲得行動黨秘書長 陸兆福的認同 他認為政治領袖 應該搭建橋樑 讓敏感課題降溫 而不是讓事件持續發酵 另外 國家元首蘇丹伊布拉辛 第一次針對這起風波發言 陛下認為 疏忽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藉口 要求當局必須嚴厲處理這次事件 售賣真主次眼襪子風波 並沒有隨著KK集團創辦人 兼執行主席南都斯里 蔡志全公開道歉後 而有所降溫 面對吳卿團團長阿克馬 號召民眾抵制連鎖便利店 民主行動黨秘書長陸兆福 指出 作為一名政治領袖 應該領導社會邁向和諧 並不是一直煽動情緒 讓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他透露 星期一出席國家王公的 開債宴會時 已經向副首相兼巫統主席 南都斯里阿莫扎西 和馬六甲州首長兼巫統聯委會主席 南都斯里阿都拉悟夫提出此事 陸兆福今天移交四千萬令吉撥款給拉曼理工大學後 在記者會上指出 蔡志全昨天已經和大馬伊斯蘭 發展局的代表會面向當局做出解釋 而有關單位 包括宗教界的代表也會調查這起事件的原因 另外 這起風波也引起國家元首 蘇丹伊布拉辛陛下的高度關注 陛下通過面子書發文時 對這起事件感到難過 尤其陛下上個月在國會發表施政遇辭時 就已經提醒社會各階層應該維護國家和諧 相互尊重彼此 但如今卻發生這起事件 不過 國家元首強調 無論涉及者是否有意 陛下希望執法單位必須根據現有的法律 展開調查並採取嚴厲行動 以免事件再次發生 馬斯汀社電視採訪報導